奧運的負聲量事件 前五名 那首先我們從第五名開始講 開幕式爭議 原因是因為你現在看到佑圖 他巴黎奧運有一個變裝皇后的表演 在台灣啊 相關基督教的團體說 這個是模仿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 中間這個帶著皇冠的是DJ 然後呢 左邊右邊可能是各個變裝皇后 那你要知道變裝皇后在基督教裡面 呃 就是對性別認同 可能是會跟他們比較有思想上的衝突 可是在國際之間吵的不是這件事情 你注意看畫面的正中間 他的右手邊第三位 有一個白色米色衣服的小孩子 哇 有一個小孩子在裡面 引爆全球對於奧運的爭議 保守派啊 或是基督教的朋友 他們說 其實保守派不反對變裝皇后 他也不反對同婚等等的議題 他們最在意的事情是 人們能不能夠在心智未成熟的小孩子前面 讓他決定或者是參與性別認同的議題 也就是說如果是有一排的變裝皇后 中間有一個小孩子 那這個小孩子 會不會無端的涉入了所謂的政治風波 不管是性別的認同啊 宗教的信仰啊等等的 這個小孩子是否出現在這個畫面 擔任一個議題的詮釋者 如果是大人 大家都覺得沒問題 但是在國外真正的爭點是出現了一個小孩子 也有進步派的會講說 保守派什麼都要吵啦 如果沒有那個小孩也是會吵嘛 所以我只是在這邊減速兩派的想法 這就是一個政治事件 這五個真點啊 負面聲量事件 都是最佳的示範 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不存在 為什麼不存在 因為就算國際奧會的成立 中華奧會的會期 這些的產生過程 甚至是到命名 東京奧運 正名 連署等等 這都是政治 而且你如果故意的把政治帶入體育的話 會引起人民相當程度的反感 不管是對於一開始我們講的這個奧運的部分 或者是你對名詞定義 甚至是國族認同 性別風波 都會讓人民特別的不爽 為什麼會不爽 在破大會紀錄那一刻 我不認為大家會分他是中國人還是哪裡人 我們不會在意他的信仰宗教跟國籍 這就是所謂的超越政治的體育賽事 可是卻偏偏有人硬要把政治帶進來 接下來我們講第四名 第四名是關於轉播事件 我就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世界的國際競賽 台灣應該要買轉播的話 我請問 英雄聯盟的世界賽公司應不應該播 慢壘世界賽要不要播 調酒世界賽 街舞世界賽 我今天不是要刁難或是危難 我是要大家去思考這件事情 世界的辯論大賽 世界的茶字典大賽 世界的摩特爾大賽 你如何區別 它是政治行為還是商業行為 你如何決定公司該播它還是不該播它 你不能說奧運的知名度很高 所以我們一定要播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如果是競賽都要播的話 那美國總統的辯論公司要不要播 所以不是說大家一定要播或不播 我們要講一個道理 現行的狀況就是有一間公司叫做愛爾達 他正在轉播而且他也花錢去買 那以後要公播也可以嘛討論 我們要討論怎麼往那個方向去 而不是用共產黨國家的方式 他們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看最多的就是NBA 他們的NBA是國家買的嘛 所以你打開就看得到嘛 共產黨用國家的高度跟NBA有一個協議 所以共產黨可以公播一切 他們想要播的世界級賽事 他怎麼不播棒球 怎麼不播曲棍球 怎麼不播美式足球 因為沒有協議嘛 他們的商業行為進不來 他們的民眾沒有參與那一些運動嘛 就只有籃球嘛 所以對美國的NBA來講 這個是商業行為 我賣你或者是我得到什麼 中國市場 而對共產黨來講 這個是政治行為 就是可以讓老百姓看看籃球品 可是對台灣來講 我們要看NBA是要買版權的耶 因為中國是怎麼樣 我權封閉嘛 所以你要我開一個門是要成本的嘛 台灣本來就是自由市場啊 我們的電影好萊塢電影進來 甚至是全世界第一個播的地方 原因就是我們極度開放 那極度開放就是什麼要錢嘛 商業行為嘛 那邏輯很簡單 今天奧運是商業行為政治行為 如果要買他的轉播權 這就是商業行為 他要轉播金的嘛 那今年愛爾達花多少 花了4億 花了4億其中呢 政府有沒有補助 有我記得補助千把萬而已吧 而且他不是今年開始喔 他是從2012年開始 愛爾達是第一次是花500萬美元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也有其他的電視 包含公視 公視說啊好貴喔 我不要分攤啊 後來是人家用轉播權利金的方式就是 我幫你出一點點真的是一點點 然後你給我播幾分鐘 幾節節目授權我使用 OK 愛爾達一年的營收大概是2億多 四季啊大概是8 9億 那一季如果是賺3000多萬的話 一年大概就1億多啦 一年1億多 然後他四年要去標5億的轉播權 我跟你講 求評攝影記者轉播 工程導播等等啊 行政文書人資環境 掃廁所阿姨門口保全警衛 全部當義工就可以完成愛爾達 李立群開一間公司 然後這間公司都不賺錢 大家都當義工 四年後拿5億去標 因為他是私人公司 第二點公司到底要不要去標奧運 這件事情是可以透過立法院跟行政院溝通來完成的 有人去做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 但是對我來講 如果奧運的收視率來到一個高度之後 我們才用公家機關或公家資源去買 甚至是要求獨家轉播權要公開 那我覺得以後沒有人會想要做這種事情 好不容易有一個台灣自己培植出來 想要給大家給台灣人看的電視台 你總是要給他一點 都不要說甜頭 你總是不要讓他虧那麼多 我好不容易抓出成績來 你叫公司你叫公家機關進去把他搶過來 那我就問一個很簡單 這公平嗎 這合理嗎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事情 或者是未來有國家主辦 然後愛爾達的部分能夠怎麼樣的協助參與 各方表達意見 那你對民眾來講想要免費看奧運 當然可以 那就是誰出錢的問題 因為台灣不是共產黨 所以你沒有辦法免費看奧運 即便不是共產黨國家有免費看奧運的國家 他們也是用政府預算去撐的 他們不是叫私人公司免費贊助轉播權利金 然後他就有義務撥給大家看 這件事情從來不存在 這個是翁曉玲的中國人的驕傲 對於身份的認同 我覺得這個很OK 你有你自己的認同 我覺得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你不要把它套在別人身上 你的行為跟共產黨一樣 台灣是中國的 翁曉玲他做的事情就是 羚羊配是中國的 那這樣子你聽得出來 他話語裡面會造成的政治風波嘛 翁曉玲可以講說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看到台灣的表現感到非常的驕傲 會你老的事 翁曉玲是把羚羊配是中國的這一句話 他把他的認同灌到別人身上引起憤怒的 所以是你夜郎自大 我只能這樣子形容啊 你講你自己是中國人會怎麼樣 你講你是中華台北人也不會怪你啊 當你把中國人的驕傲 灌載台灣的選手 是你自己有問題 絕對不是別人 好他講完之後理論上你要對自己的東西很驕傲嘛 就像我是丹佩鬼 我主張台灣獨立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送我台獨的徽章 台獨的旗幟 在我門口貼台灣獨立的春蓮 送我台灣獨立的衣服 戴上台灣獨立的帽子 我全身都是台灣獨立 我只會跟你講好爽 因為這就是台灣人的驕傲 結果有一個天才 他說林洋配是中國人的驕傲 結果現在人家說 你喜歡中國 你支持中國 我們就來貼你中國教授 中國客座教授 清華大學的教授 翁小龍 然後一貼 這些人真是心胸狹隘 我跟你講 你學生說不定是新黨的支持者 他是支持你的立場 你是中國人 養資客家 讚給你一個讚 你是中國的教授 沒有事 中國的教授在領台灣的錢 在做台灣的立法委員 沒有事 你看很爽吧 他說人家心胸狹隘 你講人家中國人的驕傲 你自己都不覺得有問題 別人說你是中國教授 你說人家心胸狹隘 我講真的啦 因為你這個邏輯 已經不是醫生能夠解釋的 你這個一定是開了嘛 開了就卡到了嘛 卡到了就要 需要尋求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來解決 我們看第二名 詹家的爭議 有些人懷疑啊 這張照片上姐姐詹詠然 是不是有比較壯一點 然後呢過去的成績很好 所以大家對他期望很高 但是在首輪卻遭到淘汰 淘汰之後呢 他在發言上 不知道是故意的 還是不小心的失言了 他說啊 我們十個月沒有打比賽 所以還在適應或調整 等等的話語 讓大家覺得 那你是不是不重視這樣比賽 你不想打是不是可以讓給別人打 引起台灣網球迷 或者是體育粉絲 甚至是一般民眾 非常激烈的討論 那詹家呢他們有一個原罪 可能也不是他們兩個單純發生的 是因為他的父母跟協會的關係非常的好 所以自然的會把不管是網協 詹家或者是在體育賽場的表現包裹起來 一起啊投射出這個比較負面的情緒 所以我無意去談他這輩子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是把他當成是學校或是社區的比賽 在準備讓人家投射出既然是奧運殿堂 你不想打別人還可以打的負面討論 這是第二名的原因 這有沒有政治 這當然有政治啊 如果他跟協會過去沒有這麼多的糾葛 那相對應之下有另外一組選手叫謝淑薇 那你就知道那個 大家對這樣子的觀感不太一樣 這是不是政治 這還是政治 只是說這好不容易 終於討論到一個有在場上比賽的人了 所以造成奧運負面聲量的 通常都不是在場上的人 我們回到第一名 第一名是林玉婷的性別風波 你們質疑林玉婷的性別 就是在質疑中華民國台灣 質疑我們這個國家的人造假 質疑我們這個國家的人眼睛都瞎了 質疑他一輩子成長的那些 國中國小高中大學的這一群人都瞎了 比賽的身份是比賽的資格 林玉婷一點問題都沒有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不是因為體育廠商的表現 是用政治的方式 用言語的方式 用開記者會的方式羞辱他 我請問一下 國際拳總你跟黃國昌有什麼不一樣 你在憲法法庭裡面打書 跑出來開直播罵法官 你這種行為跟國際拳總有什麼不一樣 黃國昌就是國際拳總 國際拳總就是黃國昌 場上打不贏 場下比叉叉 國際奧委認可的女子 拳擊選手林玉婷 你挑戰她的性別 你其實是在挑戰奧委會 奧委會你縱容這樣子的選手 在場上有歧視的表現 在場下有歧視的動作 國際奧委會 巴黎奧運主辦方 應該要對此有表態 你如果真的懷疑林玉婷 應該是不要讓她報名 你讓她報了名 然後讓她的對手在場上羞辱她 你們打的是體育還是政治 你場上打不贏 場下跑來咆哮比動作 然後意圖暗示 大會不公裁判不正 這個法官偏頗 你們這個都是一路的 你們都一套的 你們都是專業能力不足 然後試圖用政治影響專業 國際拳總 土耳其選手 你們就是打不贏 然後再抹黑 你們用政治再抹黑體育 所以林濤的問題已經不是態度 或者是那個細節 具體在哪個地方做什麼事情 林濤是從一開始 他的認知是有問題的 他們不是來服務你的 你也不是立法委員 你就是個被取上的路人 你憑什麼把人家外交官當執事 你是一開始認知就有問題 把自己當成像那裡很大 走路都會害那種關係 然後大家都要看到你 都要膜拜都要仰望 而且他們後來還講什麼 跟什麼大麻廠商吃飯 就是支持大麻惡法話 那你這樣子的話 未來我如果跟林濤同台 我不就是支持造謠了嗎 我以後跟你同台 我就是造謠的海賓 找你的主持製作節目 就是造謠的節目組 你參加的政黨 就是造謠國民黨 我的天啊